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四式 调理脾胃虚单举和五劳七伤往后瞧 拔断锦第三式 调理脾胃虚单举 拔断锦的第三式动作为调理脾胃虚单举 该姿势重点在于调理人体脾胃和肝胆 该动作通过对左右上肢一从翼锦的上下对拉 千度腹腔对脾胃起到良好的按摩作用 同时对人体两类的经脉也能起到很好的疏通作用 调理脾胃虚单举简单易学 是一个很好的健身动作 患有胃炎 胃溃疡以及糖尿病等急患的人 经常练习 健身作用更加明显 我们现在讲健身气功八段紧 调理脾胃虚单举 那么这个动作怎么做呢 超简单 可是要把劲道用对了 不容易 为什么呢 就是基本上来讲 他就是一般的来讲就是这个一只手上撑 这叫撑天 然后一只手这个是阴长撑天啊 然后下面这只手是阳长 是这样 摁地 往下摁地 就是一个人的形状 就是撑天 摁地 然后那么你这个所谓要撑天 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 你的力气你不能用手指去撑 你一定要用掌根去撑 然后你这个摁地也要用掌根去摁 那么呢 这个动作大家看 调理脾胃虚单举 那么脾胃在哪呢 我原先说过脾胃的虚弱处是在两臂 就在两个胯骨轴 那么脾胃大家都知道就在中胶这一块 那么怎么就是说调理脾胃弄到这儿来了 然后左右这么撑来撑去的 首先大家记住一点 要想治脾胃病 先要撑拉两斜 两斜是什么 肝胆 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 用五行来相生相克来说 非常重要 叫做木克土 就是什么呢 只要你一生气 第一影响的就是脾胃 比如说我们经常说到一个毛病啊 现在人现在生活当中 有些人得一个病叫胃溃痒 所以胃溃痒是什么呢 就是胃溃痒以及胃炎啊 还有就是那个胃病的 现在就是那种小胃病的人特别多 那么这种 大家记住 只要是溃痒肯定是缺血 那么就是胃血不足 那么胃血为什么会不足啊 其实跟什么有关呢 跟经常的郁闷生气 是有关的 因为只要人一生气 那么呢 他的气 经脉就会凝聚 经脉一凝聚 然后血的生发的能力就开始变弱 所以就会血不足 像这种经常得胃溃痒的人 在我们的眼里来看 那基本上就是受甲板气的人 这种人呢 又是经常的郁闷 然后呢 不说出来 所以呢 久而久之 他就是老生气就会影响脾胃 老生气就会影响脾胃 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 那么大家就要记住了 这就是一个中医的思维的一个逻辑 我要想宣开脾胃 我别在脾胃这使劲的用功 而是首先要怎么样呢 要把肝气给疏解开 所以肝有病 崎岖流于两页 所以在这个动作里边 核心动作一定是有两斜的动作 把两页给舒展开才是核心 所以要左右都要伸展啊 那么这是就是肝 木克土会造成脾胃疾病 然后呢 第二个就像脾胃 还有一种人呢 现实生活中也比较多 就肚子老是胀满的 就吃完饭吃一点东西 肚子也满满的 这个呢 是属于胃气不降 所以在这个动作里边 一定有升和降 左右的升降 其实你这个升降的时候 你这边撑了 这边往下按了 你实际上在这就动了这个脾胃 所以我们在锻炼的时候 当你这么上撑的时候 你虽然是掌根用力 但是它就相当于一个锁 把气机全锁住了 所以你恰恰指尖都有骨胀感 指尖这个颈穴都有骨胀 和撑起来的感觉才是正确的 调理疲惫须单锯第一个动作 两腿挺膝伸直 同时左掌上托 经面前上穿 上举至头的左上方 右掌同时随右臂内旋 下按至右宽旁 第二个动作 左臂经面前下落于腹前 同时右臂外旋 右掌向上 捧于腹前 目视前方 右视动作与左视动作相同 但左右相反 该视一左一右为一次 共做三次 做到第三次最后移动时 便两腿膝关节微曲 右掌下按于右宽旁 指尽向前 目视前方 当你调理疲惫的时候 慢慢体会这个动作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就是中胶这一块是会有感觉的才是对 那么还有一些问题 这个地方瘦为人体的瘦为人体的经脉走的是干筋 然后我要这么对 然后我要这么对他凭什么看我一眼 其实他因为他近着眼他根本没看你只不过你觉得他看了你一眼 然后你就因为这个就想为什么看我呀 是不是昨天我哪件事没给他办呀 然后你就开始产生一系列无端的想象 然后这样呢 反而造成了那个私责气节 因为从脾病上来讲 有一句话叫做私伤脾 如果你思虑过多的话 也会伤脾胃 大家不要以为啊 说我想个事跟脾胃有什么关系 想事想太多了 吃饭也吃不消 所以呢 这里边呢 就是说 哎 私伤脾 那么伤了脾胃就伤血 我说过胃是生气生血之所 所以伤了脾胃就伤血 伤血呢 血不足 头发也得不到滋润 还容易掉 还容易掉发 因为他得不到滋养 得不到滋养 这块地方就慌了 他就没有办法再去生出新的头发 就是现在来讲 比较严重的一个脾胃的疾病是什么呢 也是跟我们现实生活非常有关的 就是如果你缺乏运动的话 那么脾病一般都跟肌肉微软症有关 因为脾胃肌肉 经常开玩笑 过去经常说 说什么人特别容易得伪症呢 就是出门就坐车 回来也坐轿子 出门坐轿子 回来坐车 反正就类似这种人 就是从来不走路的人 一定就是多伪症 就是肌肉无一症 那么现在就出现 我们现在人开车的人多了 那么如果你是 呃不是自动挡的呢 那么就是反正是 脚上 如果你自己开车吧 咱们这么说 如果你自己开车吧 可能是一条腿有劲 一条腿没劲 如果是司机跟你开车 你两条腿都没劲 所以我的建议还是大家呢 就是说一方面你要自己多锻炼 多走一走 那么作为我们自己呢 在一起呢 就是说的 如果大家能在一起做一做 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 可能对我们的身体也会有很大的影响 最起码它可以解开车 调理脾胃虚单举 是八段锦中的第三式动作 该动作可以单独练习 全部动作一左一右为一次 循环往复 共做三次 练习者可以随时练习 调理脾胃虚单举的动作要点是 书胸斩体 拔肠腰肌 两肩松沉 上撑下岸 立在掌根 这一式容易犯的错误是 两掌手指方向不正 肘关节没有弯曲度 上体不够舒展 正确做法是 注意两掌放平 指尖摆正 立在掌根 周关节稍驱对拉拔肠 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一式动作 通过左右上肢 一松一紧的上下对拉 可以牵拉腹腔 对中胶脾胃 起到按摩的作用 同时可以刺激 可以刺激位于胸斜部的经络 以及背部疏血等 具有调理脏腹筋 具有调理脏腹经络的作用 拔断锦第四式 五牢七伤往后桥 拔断锦的第四式动作为 五牢七伤往后桥 该姿势 该姿势重点在于 调理人体脏腹 通过人体上肢 伸直 脉旋扭转的 净力千张作用 来达到 锻炼人体五脏和六腹的目的 五牢七伤往后桥的动作特点 有点类似我们生活中 回头看的肢体运动 简单易学 效果明显 对肝肺肾等功能偏弱 或患有相关疾病的人群 具有良好的辅助康复作用 那么何调五牢和七伤 五牢七伤往后桥的 健身原理又是什么 体育在线特邀嘉宾 曲黎敏教授正在讲解 健身气功的八段锦的这一条呢 叫五牢七伤往后桥 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会出现哪五牢呢 五牢到底是指哪五牢 这个是在黄金力经 宣明武器篇里曾经提到过 人体专门有五牢 第一条就是九世伤血 就是如果你老看东西的话 那么一定会伤血 伤血就伤什么呢 因为肝主藏血就伤眼睛 伤神伤血 那么这是九世伤血 所以在这个动作当中 他一定会有一个眼睛的锻炼的 就是过程啊 然后第二伤呢 就是五牢呢 就叫九卧伤气 如果你老躺着 缺乏运动的话 那么你就会伤人体的气机 因为肺主一身之气 那么你这个气呢老起老起不来 那么也会伤你的气机啊 比如说现在有一种情况非常严重 就很多人都喜欢熬夜 那么熬夜完了以后呢 有的人就来问我 就说什么呢 说那我夜里熬夜了 我夜里不睡觉 我白天睡觉来补 可以不可以 我通过上午来睡 可以不可以 其实这样更伤身体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人体啊 就是说一天也是有阴阳的 所谓一天的阴阳 就是白天都是为阳 然后夜里是为阴的 那么呢 阴呢 就是说当天地之气 就是说中医是非常讲究天人合一的 当天地之气都收敛收藏的时候 我们人要顺应自然 也跟着他去收敛收藏 那么当天地气机都起来的时候 你也要跟着阳气的运化 当太阳升起的时候 你也要跟着阳气的运化 一起去运动 一起去 就是开始 你也要开始工作 这是你跟天地之气相合的相 那么如果你老是靠夜里不睡觉 就是当天地之气都收藏的时候 你还在那生发 然后等天地之气都起来的时候 那么你就偏偏要在那收敛收藏 那像这种情况下 你就等于不符合天道 不符合天道 那么你对你自己的身体损伤 久而久之一定会造成某种损 然后第三劳就是久坐伤肉 然后伤肉是伤什么呢 因为中医讲皮主肌肉 所以你伤肉实际上就是伤皮 你老坐着 老坐着那不活动 那么也会就是伤了你的皮 就像我们先前讲那个就是 条理皮为虚单举的时候 我就说过 就是你老不活动的话 你就会造成你的肌肉微软 就久而久之人的肌肉就没有劲了 就没有劲儿 他运化不起来 就湿气又太重 然后这样的话呢 你就会生一系列的体胃的积患 这是第三条 就第三劳 第四劳是什么呢 久力伤骨 在中医里边他就讲 你要是老站着的话 那么就有可能伤你的股 伤骨就相当于伤肾 伤肾 因为你这你人体的思维 在很大的程度上 都是靠肾经调上去 然后来满足你的思维 和你的一些的那个 就是心理的变化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你就有可能会伤肾 那么第五劳是什么呢 叫九行伤筋 就是如果你老走路 走路走的特别久 我们现在有的人说锻炼了 锻炼一锻炼就没完没了 就说的 恨不得就说 我一礼拜只锻炼一天 然后呢 就这一天我就玩了命了 我非得走他个5000米 或者是5000里 什么之类的 反正是玩了命了 像这种呢 就会对人体的 什么有影响 伤筋 伤筋实际上 哪主筋呢 哪个脏器主筋呢 肝主筋 这样你就会伤肝 你就会伤肝啊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所以就说这叫五劳 五劳是指的什么呀 五脏之伤 就等于心肝脾肺肾 这五脏全都伤 所以做这个动作 五劳七伤往后瞧 这个动作呢 首先第一点 如果就是你通过往后瞧 这个动作 首先第一点 可以调五脏 八段紧致 五劳七伤往后瞧 第一个动作 两腿挺膝 重心升起 同时两臂伸直 指尖向下 目视前方 第二个动作 两臂冲正外旋 掌心向外 头向左后转 目视左斜后方 动作稍停 第三个动作 两腿膝关节微曲 同时两臂内旋 按于宽庞 指尖向前 目视前方 右视动作 与左视动作相同 方向相反 该视 一坐一右为一次 共做三处 做到第三次 最后移动时 便两腿膝关节微曲 同时 两掌统于腹前 目视前方 如果从我们现在的 疾病学上来讲 角度来讲 这个有人就说 很锻炼颈椎 还有一点呢 就是后边 当扭转过去的时候 你后边自然形成了 一个夹脊 就是后边那个夹脊 那么这个夹脊动作 对整个的脊柱 以及膀胱筋的锻炼 都是很到位的 八段锦的这一条 叫五牢七伤往后瞧 那么七伤又指的是什么呢 七伤实际上在中医里边 它指的是 太饱伤脾 如果你吃得太多 一定伤脾 就叫太饱伤脾 然后大怒气腻伤肝 就是如果你经常的发脾气的话 也会伤肝 就大怒伤肝 然后久坐湿地伤肾 久坐湿地伤肾呢 这个呢 非常有意思 就是大家会觉得 我现在不会没事 就做找一块水 我坐下去 谁也不会这样 实际上久坐湿地伤肾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老坐着不活动的话 有可能那屁股都塌出汗来了 那就叫久坐湿地 就是实际上 它指的真正含义 就是你老坐着不活动 对身体会造成损伤 然后呢 还有一条非常严重 叫过失冷饮伤肺 这个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 一个很大的问题 比如说过失冷饮伤肺的问题啊 就是如果冷饮太过度的话 我们现在吧 就是你看又是凉茶 又是就是含量药 然后呢 又是冷饮 就是所有的问题 它都是偏寒凉的 那么这种情况 尤其青少年大量的喝冷饮的话 那么先是伤肺 伤肺就可能会造成咳嗽啊 气喘啊 哮喘啊 这些问题 然后呢 再继续往下伤 就可能伤胃 形成胃寒 然后呢 再继续往下伤 形成胃寒的时候呢 就有可能出现更严重的症状 比如抑郁症 抑郁症的问题 就有可能产生 因为胃寒 在黄帝内经理 谈到胃寒的时候 就曾经说过 胃寒的人呢 就是比如说 他会有一个偏抑郁的倾向 比如一进屋子 就把窗帘全拉上 他喜欢幽暗的环境 胃人与火 胃人与火 是什么意思呢 就特别怕见人 胃寒就造成了抑郁的问题 然后继续往下寒凉的话 那么就伤了肾 伤了肾 那么就更加的抑郁啊 那么就会出现更严重的 比如患室啊 患听啊 或者是成年到晚怀疑有人要杀自己啊 那么就会更严重 大家别小瞧一个过时冷饮伤肺的问题 所以我希望大家是怎么样呢 能够在现实生活中能够不喝冷饮 或者少喝冷饮 适度的饮用 这个是我们保持健康生活的一个关键 那么鼓劳气伤往后瞧呢 他对肺 他就有一个掀开 当你把这个手 手臂外展的时候 你就是一个掀肺的动作 就是一个掀肺的动作 而且还非常的挺拔 可以把这个肺的气机给掀起来啊 所以这是很很重要的一项啊 过时冷饮伤肺 这是气伤里边的呃 第四条 第五条呢 就是忧愁思虑伤心 就是如果你天天的静想没用的 然后或者是过度的就是呃 想法特别抑郁 想想事情太多 或者太多管闲事的话 你也会伤你的心神 会耗你的心神啊 甚至包括这种老讲课 也是大耗心神的 就天天的说和不停 像领导干部一开会开一天 聚好心神 就特别特别的损耗心神啊 这个是有一个是有问题的 所以要想养生呢 就是少讲课多养生 就是长闭嘴 这都是很重要的 那么呢 还有呢 就是风雨寒暑伤心 就是如果你穿衣服啊 不合适的话 那么就会伤形体 伤你这个肉身 比如说冬天了 小姑娘为了好美 就偏偏的不穿 不穿棉裤 就成年到晚短裙长靴啊 但长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所有的靴子再怎么长 它就是很少有长过膝盖的 能够把膝盖给捂住的 而我们膝盖上又是很少长肉的地方 所以呢 气血非常的薄弱 所以特别容易伤身体伤关节啊 所以这就是风雨寒暑伤心 然后最后一条呢 就是恐惧不结伤志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在中医里来讲 他在讲伤的时候 他说恐惧会伤身 那么这个恐惧伤身 在我们生命当中 会有一种什么样的体会呢 其实呢 这个呢 咱们可以拿西方的一句话 相反的一句话来对应它 西方就说人越快乐 免疫力越高 就说你快乐的话 你免疫力就会增强 因为你为什么这么讲呢 西方人没讲 咱们用中医来解释一下 就是什么呢 越快乐 经脉就通畅 因为快乐 你的气就是通的 那么经脉就通畅 然后你身体就好 你消化吸收的能力就强 然后你肾经就足 所以呢 而免疫力在身体里 其实就说的 也相当于你的元气啊 或者是你的 肾经足的一个表现 所以呢 这种情况下 人越快乐 免疫力越强 那么如果你不快乐的话 甚至经常的恐惧的话 那么你就一定会伤肾 而且一定会伤你的免疫力 因为你一恐惧气就凝聚住了 比如说我们一恐惧害怕 就那眼神都有点凝滞 更何况我们的五脏六腑呢 它也会凝聚 那这种凝聚呢 就会形成气节气聚 然后呢 这个气节气聚呢 元气就要掉上来 破这个气节气聚 所以就久久之就对 肾经和肾气的损耗 就会非常的大 尤其当一些病啊 或者一些流行病来临的时候 那么越恐惧的人呢 可能就越容易 就是出现一些问题 那么怎么办呢 在现实生活当中 因为你知道你伤了你的免疫力 免疫力低下了 所以你就特别容易染病啊 那么你要在现实生活中怎么样 第一是把事情想通 第二呢 就是我们一定要适当的每天都要习练 其实这花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每天一定要习练习练 这个健身气功八段锦 是五劳七伤往后桥 五劳七伤往后桥 是八段锦中的第四式动作 该动作可以单独练习 全部动作一左一右为一次 循环往复共作三次 练习者可随时洗练 五劳七伤往后桥的动作要点是 头向上顶 肩向下沉 转头不转体 旋臂两肩后张 这一式容易犯的错误是 上体后仰 转头右转体 转头与旋臂不充分 正确的做法是 下河内收 转头旋臂幅度应该大一些 五劳七伤往后桥的动作 通过上肢伸直 外旋扭转的筋力千张作用 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 猪脏腑 往后桥的转头动作 可以刺激颈椎大椎穴 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疏穴 达到防治五劳七伤的目的 在下期的健身气功系列节目中 徐立命教授和气功专家将向大家详细讲解 健身气功八段锦的第五第六式 摇头摆尾去心火 和双手攀足固肾腰 这两个动作将会帮助您平衡阴阳 锻炼肾脏 输精活血 那么这两式的动作 蕴含了哪些健身原理 又该如何正确练习 而人体的心火又指的是什么 欢迎您在下周同一时间 继续收看体育再现 学习完健身气功八段锦的第三第四式 大家可以利用这一周的时间 认真的揣摩和习练 在下期节目中 徐立命教授和健身气功专家 将向大家详细讲解 健身气功八段锦的第五第六式 摇头摆尾去心火 和双手攀足固肾腰 请不吝点赞 订阅